這次真是謝謝你 沒這麼說, 當成人情而已 我放靈底為人忠孝謹靜 我也不相信他會出賣事態 我也是這麼想 這些機密資料, 看完馬上燒掉 行了, 知道怎麼做 蘇東波 嘻客… 很少見你來刑部 少說不代表沒有, 黃承相不合 俗語有為, 少見多怪 有多怪 這是甚麼 沒有, 只是善本 我托過朋友買的 朋友幫我買到了, 我就過來拿 好了, 不妨礙你們了 稍後再談, 告辭… 好 蘇童鳥 怎樣?黃承相 你好像掉了東西 是嗎?看我 真的是我掉了, 麻煩你了, 真是大夢 再見 二官 老爺 怎麼樣?查得怎麼樣? 可不可以幫我交老爺分案嗎? 這些藤本是我托引在刑部靜靜雞拿給我的 裡面全都是史提涉案有關人物的資料 希望這些資料可以幫我查出這件案的幕後黑手 但是還有五天就審判了 夫人, 應該說是還有十個周夜 三嫂, 還有時間…不用怕 五天也好, 十天也好 最重要是可以救我老爺回來 我真的很擔心他, 二伯 不用擔心, 三嫂 對了, 三嫂 你今天不是說要看老三嗎? 我今天去牢房看他, 但人們都不讓我見他 我已經一張張地交至交去那裡了 但他們始終都不讓我見 你別這樣, 我對老爺有信心 他一定可以破案 沒錯, 夫人說得對 如果三嫂沒有做過, 沒有人可以入他嘴 二伯, 那你是不是很有把握 救到老爺回來? 是嗎?你有什麼頭緒?查到什麼? 三嫂, 你給我一點點時間 不如回去休息一下 讓老爺專心查案 放心吧, 我一定會救到三 蠢雪 是, 夫人 扶三嫂有去休息 回到去休息 是 夫人, 最近看著三嫂? 我會的 我現在回到小房閉關 老爺, 沒什麼就沒騷擾我了 放心吧, 我會幫你照顧城頭家 讓你專心查案 但你也別給自己這麼大壓力 別再揍了 小姐, 你作弊 去多個縣而已, 會不會不靈吧 聽這裡的村民說 這棵許願船每天每天只要去一個縣 有這種事? 那怎麼辦? 三哥這件事好像比較嚴重吧? 那我又不懂得分 有… 我幫三哥許願 你就把老爺一路平安的老爺 改成姑爺的就行了 一人一個願望, 別犯規 是呀, 都是小姐你聰明 春花現在馬上去改 又會這麼大意 出門都忘記帶筆紋 那小姐你臨時改字 難道叫春花 突然變成筆出來嗎? 春花 長式隨機應變是好 不過更重要的是有兩手準備 小姐, 隨機應變好像不是這個意思 水?那你解釋來聽聽吧 即是因應當時不同的情況 靈活地改變原定的計劃行動 難嗎?那你舉例吧 姑娘 就是這樣, 我原來是想劫財的 不見了你以後 我就轉了劫食王子奶 隨機應變也 好, 你自… 起衣 舉 我劫食而已 你不是每天都給我去嗎? 救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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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劫我認, 我認識功夫的 這位夫人你有沒有事? 醒醒吧, 夫人 夫人, 夫人怎麼稱呼呀? 不如扶你去那邊坐下吧 喝兩杯茶吧 有沒有好一點? 頭還是很痛 會不會是剛才的頭撞到地上 難道不少也有影響了? 有什麼機會?大夫究竟何時來呢? 春花現在再去問問 你住哪裡?我待會派人送你回去吧 我們不是壞人, 你不用擔心 是嗎? 我們想謝謝你而已 你是不是愛我們? 要不要幫你租一間客人? 我不知道 對不起, 我知道你們是好人 是不會害我的 但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哪兒來 疼了很多… 你連名字和哪裡都不能見我 這樣就… 阿娟, 夫人, 你怎麼了? 你怎麼在這裡自尋亂見? 我想這個世界都容不了我這個可憐人 我又沒人沒物, 無依無窮 你還有我來嘛 就是了, 你為了救我小姑子才弄成這樣 我們怎麼會不理你呢? 那就是你會失留我嗎? 當然肯定, 至少讓你完全康復吧 謝謝你 誰? 老婆 進來吧 小妹, 今晚的雷聲很大 弄得我的心都亂了 所以我想找你來陪我, 不知道行不行? 我也不知道等了這個機會多久 自從現在即嫁了之後 很久沒有人跟我談密話了 這麼有趣 你會把寫了字的布條掛在床上嗎? 她是幫我傳話的 好, 我還有去天平山的許願樹掛布條 讓那些風將祝福句帶給老爺他 你真誠心 你老爺一定會平安歸來的 偷偷地告訴你 其實我想叫官人, 老爺老老聲都不好聽 不過二嫂說, 官人是平民百姓叫的 我上公是官, 所以一定要叫老爺 其實如果有得叫, 叫什麼都無所謂 希望你可以快點記得回你老爺 不過最重要還是先記起你自己的名字 我的名字就… 你沒事吧? 不過如果我也可以早晚見老爺 那就一天都光亮了 一定會的 老爺, 先別工作, 過來喝湯 你這碗是何搜烏桂園銀儀 幫助思考的 那你多煮幾頓給我喝吧 要不然我還沒有頭緒 究竟你現在查到什麼? 有什麼可以幫到你? 夫人, 真是說複雜不是複雜 說簡單又不是簡單 禮部負責定試題的 算了三弟, 總共有六個人 負責看守試題的就有三個人 那就是說, 可以接觸到試題 能夠把試題賣給犯罪集團的 就是有九個人 那當然除了三弟 那也不是沒頭緒 起碼有八個人值得懷疑 八個誰才是才得家夫人 別想了, 湯也當快喝 對, 幫助思考 快點喝喝 對了, 今天救了小妹的那個 什麼夫人呢? 什麼夫人? 她什麼都忘記了, 連自己的名字都忘記了 我就先叫她什麼夫人 我拿著主意收留她在家裡住 這也對 這個什麼夫人 畢竟是小妹的救命一人 正所謂得人生瓜千年紀 幫人是應該的 你還有心情開玩笑嗎? 多說笑, 精神一點, 幫助思考 寬人, 你也別這麼晚了 我喝了一碗湯, 要繼續努力 你先回房間, 不用等我 晚安 晚安 人們說一天不見, 如隔三秋 我現在好像隔了…三 不要數了, 越數就越掛 況且你們有很多秋天可以一起 我想晚天見 說完自己也覺得有點辱慢 你們這麼恩愛, 是不是剛成親? 你們成親之後, 有沒有回去製造? 沒有, 高尤華近不近 敬環遠不遠, 高尤? 我老爺說那裡的瓶花很漂亮 我也有好花, 給你看 這枝珍花是我成親那天送給老爺 是二嫂特地製造給我, 獨一無二 很漂亮, 如果我也有一枝就好了 找天我叫二嫂教你製造就行了 好 我如果不知道是否需要 是打破的 你們知不知道這個花瓶 是我爹生前最喜歡的 春月, 這個花瓶 是不是你做事的時候不小心打破的 是你認了它, 坦白從寬, 抗拒從嚴 不是我老爺 我剛才還陪少爺睡覺的 你呢? 也不是我老爺 我早起床就跟春花在廚房做早點 是呀, 所以也不是我老爺 高貴, 你在做什麼? 不是我, 老爺 我還是去拿早點了 你呢? 不是我, 老爺 我就跟她一起拿早點 夫人, 你在做什麼? 我不是去廚房看著她去做早點給你吃 小妹呢?還不起來嗎? 二哥, 我在這裡 你來就對了, 你看 爹最喜歡的花瓶, 現在打破了 是誰做的呢?是不是你? 是呀? 冤枉了, 二哥 我整晚跟什麼夫人聊天 剛剛才起床, 怎麼會去我們打破呢? 這位就是什麼夫人? 蘇大人 又不是你打破, 又不是他打破 那誰打破呢?難道是天打破嗎? 葉伯, 你這麼說 是不是真的說天都不喜歡我家老爺? 不是 那怎麼辦?只剩下三天而已 只剩下三天就斬手了 三天啊… 我昨天才替三哥奇緣福 他一定會沒事的 就是了, 什麼突然的? 那個花瓶壞了, 一定有原因的 是不是?老爺? 是, 當然有原因 我剛才說說而已 難道真的天打破嗎?是嗎? 據我說, 這個花瓶不是被人打破的 如果被人打破的 沒理由留下這麼多碎片在這裡 難道真的等我捉嗎?你們說是不是? 是不是人是誰, 葉伯? 我問你, 三嫂 這間屋裡除了人之外 有什麼四隻腳, 一條尾 會走會走, 又會爬高爬低的呢? 有什麼?那是什麼? 這樣也猜不到嗎? 難道是貓? 夫人真聰明 其實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 花瓶就放在這裡 當然是, 有老鼠貓在這裡 貓就看到老鼠, 就跳上去捉牠 一跳上去捉牠, 老鼠就跳下來 那隻貓不小心 就弄掉了一個花瓶 就是這樣打破 我這個推斷合不合你? 所以說, 三嫂, 你不用怕 不關我天事的, 別這麼迷信 三弟一定吉人自有天上 沒事的, 你相信我吧 不是真的, 葉伯 當然… 當然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 葉伯 老爺說真的就一定是真的 姐姐, 什麼事? 這個月的數字又差了 請解釋一下 跟上個月比, 差了一把線的價錢 對, 在我心目中一文錢都是錢 一把線, 我麻煩你立刻給我買出去 知道 這就是一線門嗎? 葉伯姐, 來了 新朋友?沒見過嗎? 是呀, 她早兩天救過我 不過撞了頭髮, 什麼都忘記了 所以二嫂就留她在我們家裡住 你還四處走?多點休息 我看她坐得悶悶, 就請小妹帶我出來逛逛 那隨便看看 其實有什麼奇蘭雜症 有個方法很容易處理 是嗎? 什麼方法?說來聽聽 就是去天明山上面那棵許願士那裡 想釣 就是釣死了, 還有什麼美不美? 對, 不然就是求死的人說很美 這位美太太, 看來你很喜歡這把線 是呀 雖然這把線是我們的鎮店之寶 但是如果你喜歡的話 我們可以國外的 鎮店之寶 不用管它, 你喜歡的話 我叫老爺提給你也行 我叫老爺, 蘇小妹 二姐姐, 我們先走了 是呀, 再見… 告辭 你妹妹, 錯了我的生意 先點點火 對了, 你今天覺得怎麼樣? 好一點了嗎? 今天頭痛好像少了 那就好了, 應該很快可以復原 來看看, 去看看 這個鎮店很漂亮 多少錢? 五十元錢 可不可以便宜一點? 鐵甲不宜 老闆, 四十元錢吧 很便宜的了 很漂亮, 五十元錢別說這麼多 你等我一會兒 鎮復 來,來,去吧 為什麼? 我跟婦人說 說我朋友很喜歡用令妝上來 你怎麼知道我想用令妝生花 我懂得看表情 老婆,你看你一拿著錦口 笑得很漂亮 原來我這麼明顯 但是剛才那位夫人 樣子不像大方 那也被你識穿了 其實我是用了一件 隨身古玉替她換的 隨身古玉?豈不是很貴重 或者她曾經是很貴重的 不過我也忘了 我只知道現在對我最好的 是小妹你 如果用一件曾經對我重要的事 來幫一個現在對我重要的人 絕對是值得的 謝謝你,媽媽夫人 你要努力記起以前對你好的人 千萬不要放棄 我也想 走吧 讓我馬上拿一枝珍花 放進錦盒裡 拿這枝珍花吧 沒有? 沒有? 會不會是你撿床鋪的時候有跌腫 沒有 沒有 靜點,來,找清楚吧 不行,我要找回來 對我來說很重要 那我幫忙找找吧 來 去吧 珍花又沒有腳,一定會找得到 你不用這麼擔心 你這麼重要的事 我怎麼會忘記放在哪裡 我想有件事可以幫我們 什麼? 血靈 血靈? 在我鄉下要找人找物 就會找血靈幫忙 鄉下? 你記得回來鄉下在哪裡? 還沒 就是偶爾會記得一點點 那藥也算有效 下次可以叫大夫加重一點 對了,那血靈怎麼問? 這樣的 只要你拿著針,刺在手上 在刺那一刻就說自己想找什麼 那血靈就會帶領我們找到 原來要流血,一點點痛而已 你怕嗎?那我刺,你說吧 謝謝你 找到一枝珍花,再多謝我還沒遲 準備好了嗎? 我要找一枝珍花… 在那裡 找到了 好,你的手沒事吧? 留了一點而已,找到了 謝謝你,媽媽夫人 你真是我的大恩人 最重要是你開心 龍蛇城寨是他經常出沒的地方 老爺,找到主帽了嗎? 還沒 不過目標人物呢? 我就鎖定這個斬崩刀了 給我看看 這個斬崩刀曾經有人舉報他 兜售事題 不過這個舉報的人很快就失蹤 由於沒有證據和證人 就逼著訪問他 看來我也要去龍蛇城寨會會他 老爺,一聽過名字就知道那裡危險 龍蛇混雜 待會你進去被人用了怎麼辦? 夫人,現在只剩下三天 為了三弟,多兇險都要去 但那裡連官府都不敢派人進去 夫人,你又不用這麼生人不生膽 是吧? 放心吧,夫人 高貴就算拼命也會保護老爺 高貴,你用不著說得這麼嚴重 要拼命就只會嚇倒夫人 夫人,不用聽她說,沒事的 總之你要小心點 行了,放心吧 快走 走出來吧,屎屎叔叔沒有殺氣 老爺,我這個做下人哪有殺氣 真的嗎? 那你在夫人面前是認死認聘說會保護我 我也是跟你暗示做事而已 我不管,總而言之你現在是個小雲雲 你做好你的角色 要不然今個月沒薪薪出 得了,我一殺氣多了,流光了出來 你不用這麼誇張,自然點看著我 這隻眼做氣,明白嗎? 這隻眼看著我,不如走 你怕嗎?先回去吧 兩位,沒閉嘴,找人嗎? 兄弟,知道斬崩刀在哪裡嗎? 不知道 那知道 找人就要找盲工診 盲工診又在哪裡? 不知道 在荒水屋嗎? 凡工診,知不知道畫像裡面的人 現在在哪裡? 你先拿一張紙吧,很瞎 你們要找人,對吧? 那隻靈鳥一定能幫到你們 是嗎? 靈鳥…麻煩你,我要找斬崩刀 慢著,先付錢 一支靈簽就十文錢 少了嗎? 當然了,你幫我找到斬崩刀在哪裡 我先給你一些尾數 好 怎麼樣? 老爺,把簽寫著水為財 老公診,水為財 北邊是為水為,你們一直向北走 慢著,你瞎著 如果我們不識字 你怎麼知道那支簽寫著水為財 是嗎? 那隻靈鳥會告訴我 那隻靈鳥是拿渣托世 如果不靈的話,你回來拆我的招牌 水為財,對吧? 哪個地方的財氣最惡? 銀號 不是銀號,那就賭方吧 這位兄台說得對 是 多謝城衛十文錢 給你買尾數,走 謝謝 謝謝… 厲害 那個人有刀疤的,一定是斬崩刀 我看到,讓你看看 每個人都有刀疤的 我把圖像出來逐個對 快點 快點 看什麼? 幹什麼? 別動手了 什麼事? 如果我不賣錢,我不叫他砍一刀 你這個名字值錢嗎? 別動手了 我不斬你也不行了 刀下留人 你真的斬一刀? 好啊 交子 來,我幫他還 有刀就當是益你了 原來有人幫你還錢 還會出聲 你快走 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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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動手了 別動手了 你不是打算我幫你還債 你就這樣就走嗎? 這位兄台 我真的很感謝你剛才幫我還這筆賭債 他日有銀子的話 我一定會相背奉還,後會有期 別動手了 看你的樣子也是出來走走江湖 應該知道什麼叫出得來走 要還 我看你的樣子也不會這麼好死 沒有條件幫我還這筆債 說吧,你想怎樣?殺人家放火 殺人家放火這些傷天害你的事 我不做的 那你想怎樣? 怎麼樣? 很簡單 我只想你告訴我 究竟是誰給你賣屍體的 只是這樣吧? 知道不是這麼簡單 說了是不是一筆勾小師? 牙齒當膠子洗 好一句牙齒當膠子洗 是流水 流什麼水? 他的名字叫流水 我只記得他腰前萬貫 其他事情我一概不知 好,謝謝兄弟 後會無期 後會無期 請 很舒服,夫人 大力一點 龍石城濟亂,你以後不准去 你看你現在回來什麼樣子 他樣子 坦白說,我不是為了要盡快破案 我真的不會去,你當我傻子嗎? 大力一點 老爺 老爺 怎麼樣?查到什麼? 整個經司只有三個叫流水 一個是剛滿月的孩子 另一個是九十歲的老翁 不過已經睡了床很久 就是不是他們了,說第三個 第三個原來是守安郡主的面首 郡主的面首? 馬上幫我跟著他 看看還有什麼發現,去 是,老爺 救命 什麼事? 救命 救命 誰是救命 救命 誰是救命 老爺 我 春月?你在這裡幹什麼? 房間裡有老鼠,老爺 老鼠… 糟了,我的文件 你沒事吧? 來…快點看看有沒有被老鼠咬爛 好… 看看 來… 不要咬爛 這個櫃門這麼密實 連老鼠也鑽不進去 放進去就最安全了 不過如果這房間真的有老鼠的話 你們這樣把東西搬出來 豈不是棄給牠咬? 好,不如放點老鼠藥或老鼠籠 那就自本了 對,有道理 春月,快點去買 知道,夫人 不是了,老爺 待會你這裡放老鼠藥 你今晚不在這裡睡了,回去睡 好 快點睡著 拍子 你還沒在這裡 決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些人, 書房的筆細打破了 但不知道在哪裡做的? 又打破? 算了, 你丟掉就行了 人家說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我們蘇家呢?早起那個打破東西 昨晚書房不是說有隻老鼠嗎? 會不會是之前打破了花瓶的貓 昨晚又去捉老鼠的時候 不小心打破了不曬? 也有可能 但是也沒所謂了, 重要的東西都放進櫃 櫃門又這麼密實, 老鼠也不能進去吧 也不是, 老爺到最後什麼都不放心 把所有貴重的東西都搬回房間 二哥最緊張這些東西了 防範於未然也對嘛 我就說蘇大人是多疑 那你說不是嗎? 我們昨晚已經放了老鼠籠和老鼠藥 都歸門有金、密實 但是他也堅持要把東西放回房間 你說他不是過分緊張, 特別多疑嗎? 但是二伯這段時間查過我老爺的案子 他緊張是不是多疑還是很正常的? 雖然是這麼說 但是最近因為我的病 所以我多看了很多醫書 原來有一種病叫做夢行症 原來有些人會睡覺的時候 在做夢不知道自己是到處走 他們又做了什麼都不記得 但是醒了又什麼都不知道 這麼神奇?但是關二哥什麼事? 這兩晚我看到蘇大人在花園到處走 他有沒有痕癡? 醫書就這麼說 原來這一種病就是因為身心勞累 再加上某種情況才會發起病上來 最近我相信蘇大人為了救弟心切 不知道是不是發病了? 醫書還說這個後遺症可大可小 如果壓力長期積聚 就會令到血氣不通俗,最終癱瘓 糟了,那一定要馬上帶他去看大夫才行 但是二伯,他這陣子正在上岸 未必會肯看大夫的 那倒是 要是我們趁二哥夢行的時候 拍醒他,讓他知道自己有這個病 那不到他正常不行 但是我們什麼時候才知道他會夢行? 我懷疑其實昨天的花瓶和今天的筆洗 都是蘇大人的所謂 而又剛好這兩晚我都睡不著 因為行雷太大聲了 昨晚行雷,你不找我? 我不想妨礙你休息嘛 我的意思是 可能行雷閃電就是有恩 但是今天我看到那個天萬里無雲 不像會行雷閃電 不是,這些事事在人為而已 眼神好真是 時宜艙 MG MG 啊 老爺 二哥 老爺 二哥 老爺 二哥 你們倆幹什麼打我? 怎麼你們一群人 夜晚晚不用睡都跑出來? 為何我會在大廳? 你有夢行證的 我有夢行證? 就是說之前打破那個筆洗 和爹最喜歡的那個花瓶 都是我打破的? 我夢行證一發作 就會到處走, 到處打破東西 但是我自己不知道的 是呀 那我什麼時候才會發作呢? 醫書說一定有原因才會發作 我們觀察過了 每次走雷閃電你就發作 但是今天晚上天亮氣清 有沒有行雷閃電? 那我又發作 唱說 是, 夫人 行雷閃電 誰這麼聰明 想到這種辦法來試我? 全靠什麼夫人 她為了治療自己的病 參考了很多醫書 發現原來夢行證的病症 跟你近日的情況很像 是呀, 其實也是小妹聰明 所以才想到這個方法 是 蘇大人千萬不要嫌我多事 因為如果自己有病不知道 會很危險的 那當然了… 那真是謝謝你, 什麼夫人? 別客氣 只有蘇大人你肯收留我 我只是頭頭報你而已 嚴重了, 什麼夫人? 你不用頭頭報我的 夫人, 終於真相大白了 好, 行了 跟了流水這麼久, 有什麼發現? 我跟了她一整天 發現她過午時才會離開郡主府邸 之後就逛街喝茶, 說一句話 到了黃昏才會回歸 我還有問過跟流水接觸過的人 她說她天天要事 如果流水真的是這件案子的主謀 應該找到不錢吧 找到錢不用?這麼能忍受? 或者不是不用, 只是還沒忍受 你想想, 困著臉手這麼多 流水只不過是其中一個 如果突然很大洗的話 那豈不是引人注目? 那倒是 老爺, 其實我還有找人 去查過流水的銀號賬戶 怎麼樣? 連一百罐也沒有 那倒是一百罐也沒有? 那倒是不奇怪 如果流水真的有心犯案的話 沒理由把犯案得回來的錢 放在銀號 真的不跟人查嗎? 那件案子明天就開心了 現在唯一的辦法 就是直接找流水 老爺, 流水 好啊, 要命啊 老爺, 流水 我來問你 我來問你 什麼?我問他, 你就問我 拿錢吧 我把這些錢拿出來 想問大哥, 我很窮而已 不如放了我先吧 他穿得這麼漂亮, 也很窮 我們穿成這樣, 豈不是更窮嗎? 別吵了, 真厲害 你們穿得身高的人, 一定有錢 我手上去 是 這是什麼? 是天下理那麼大 大家都收窮的, 說窮? 人家正在來, 走 找到了… 救命… 救命 怎麼走了?真是 皇上… 是蘇慶的,你這麼晚才來? 你少看了幾下朕的英姿 微臣有少品譜 有什麼重要事? 是,微臣已經查到 科舉事題外洩的真正主謀 皇上,案件不是拘捕禮部的官吏 早就審結了嗎? 皇上,臣也很好奇 蘇大人口中的真正主謀失宿可依 朕最喜歡就是聽人破案的 快點說,是誰? 這個真正主謀就是壽安郡主 蘇慶家,朕知道你愛弟深切 不過你也不能亂來 微臣是有真憑實據的 皇上,這一張就是添落你大屋的租藥 微臣是在郡主的面首樓水身上搜到的 微臣還查到就去這個樓水 把事題賣給犯罪集團 那也是個下人犯案,與郡主何干呢? 那就要皇上看看這張租藥 這張租藥上寫明 郡主才是這間大屋的主人 而樓水只是替他收租 而微臣還查到 這間大屋是郡主先替樓水賣的 皇上,以郡主所領的使用和他的揮霍程度 郡主根本不可能 煞時間有一萬罐錢來賣屋 皇上,或者是郡主平日粗粗賣賣 但是,那一萬罐就拿來買大宅吧 不可能,根據微臣所知 郡主兩個月前 才向陸親王借了一筆錢應急 所以那一萬罐錢是最近得到的 對了,據刑部估計 賣市提的得益,金錢涉及一萬罐 請到同間屋的價格吻合 所以微臣認為… 不用說了,朕一定要好好情緻 引你,向朕扣押蘇東坡 MING PAO CAN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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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